歡迎回到鐵蛋 超人俱樂部 今天為大家邀請到的是我們演出 子豐車劇團的藝術指導 我們莊雄如小姐阿嬤 大家好 我是莊阿嬤 其實我們三個剛好是演出部三老 也是三寶 對 是福禄獸 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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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今天剛好就好像好朋友聊天一樣 其實我們在劇團裡面都負責一些 創意跟編導的工作 沒錯 那今天我想把角色跳開來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是主持人 我很好奇 我要幫觀眾問一下 就是說很多聽眾朋友會想了解 比如說編導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他們怎樣去尋找這些創意的來源 請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以這次幻想曲2的話 就是因為要做名畫 我就要去開始看很多很多的畫 基本上我們先設定一個主題 我們可能在創意會的時候 我們先提說我想做什麼 我想做什麼 我們這次想要做一個跟名畫有關的故事 對 然後就要開始去了解 去開始去讀這些畫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很棒是 可以透過這種創作過程 然後讓自己更了解很多很多的知識 像我就會知道說這個 呐喊 呐喊的這幅畫 它的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其實它這個是 孟克的呐喊 對是孟克他在晚期他生病的時候 有一天走在這個路橋上 然後看著這個紅色的夕陽 然後前面是車水馬龍 他從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生病很嚴重 所以他在那一刻 覺得他整個心裡頭想要吼叫出來 所以他就創作了這幅畫 呐喊 所以他是在橋上看到河中的倒影嗎 呃不是河中 就是 夕陽 剛好那時候是 夕陽黃昏的時候 在黃昏 一種心情 覺得人生已經走到夕陽階段了 因為他那個時候又生病 又非常嚴重 生病很嚴重 然後前面又是車水馬龍 熱鬧的街景 然後夕陽 對 無法再繼續那樣 對對對 所以他在那一刻就創作了 這個呐喊這一幅畫 真的 其實我們光看那個畫 其實有把這個心境表達出來 對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說 要去 去 去 去查很多很多的 在搜尋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也學到不少 去學到很多 就像那個 比如我們剛才講那個水母 因為我們這一次 比如說要幫水母解套說 那他為什麼會迷路 為什麼 為什麼會 環境上他為什麼會沒辦法生存下去 可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是因為 因為這個環境的關係 可是 在這個搜尋過程當中 居然我們就 就了解到很多以前的知識 跟 以及包括曾經 我才知道說 哇原來水母 他可以曾經大到200公斤 有這麼大的水母 以前我們都看到小水母 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大的水母 所以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然後再去 去搜尋新的知識 然後去把它轉化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篩選了不少的idea 很多 中間撞一撞 欸不行 好又捨棄又再重新想一下 所以基本上就編導過程當中來講 我們先設定一個主題 對 然後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可能剛開始是點狀 對 比如說我想做一個 觀眾期 呈現一個很大的水母 可是中間很多細節的東西 先過程要去處理 你就必須要去 透過搜尋的資料 去串連這樣的一個情節 然後變成一個完整的一個片段 沒錯 所以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不斷的不斷去撞 對 有很多時候提出一些idea 那其實所以 對編導來講 生活的經驗非常非常重要 很多 像我們在做那個 甲蟲幫毛蟲洗澡 這個昆蟲奏鳴曲的時候 我就想到說 我真的國中的時候 對甲蟲的研究 喔 他真的是甲蟲專家 我念住在 那時候是念華興中學在山上 然後剛剛很多這次 念很多樹很多山 然後那邊就很多昆蟲 真的就是很多那種甲蟲 然後呢 我還抓了甲蟲回去研究 還看著他吸西瓜汁 我覺得 因為他可以吃水果嘛 我就弄了一塊水果 然後西瓜 然後放他那個盒子裡面 然後看他伸出他的 紅色舌頭 然後插到那個西瓜 就 開始吸那個西瓜 後來掛了嗎 沒有後來後來 我就把他放走了 我帶回西瓜就把他放走了 你怎麼這樣 他回去會不適應 因為他已經吃過西瓜 他沒有西瓜可以喝了 他沒有西瓜 他回去怎麼適應跟生存呢 其實我聽宇宙這樣講 我覺得他這個其實不只是 不只是導演的功課 我覺得也是演員的功課 所以他在演甲蟲的時候 他就會 把那個神韻 那個神韻演的特別好 所以其實這也是呼籲演員 他必須 就是不能只是 接受導演的指令 他也是 他自己要去做一些功課 因為我被甲蟲夾過 真的好痛 拔不掉 我跟你講那個甲蟲 那個母的 那個嘴巴小小的 你不要看他小小的 你逗他 他一夾住你 他不會放 他真的不會放 因為他想你是帥哥 不是 而且他全身僵硬 你去怎麼掰 他掰不掉 所以你要去摸他的那個下面 讓他放鬆 真的真的真的 我不是那個下面 所以大家一定會想說 你從小又騷擾甲蟲 沒有我是研究 我是研究 不是大家一定會想說 他是 就是研究這些 都會用到戲裡面 沒有 哈哈哈哈 真的他整個咬住 這整個四肢僵硬 六隻腳都硬的 然後整個殼這樣子 挺起來的 整個把使出的力量 全部放在他的嘴巴上面 其他是僵硬的這樣子 然後你就痛了 你要去慢慢去安撫他 然後把他放鬆心情 齁那個真的好痛 難怪 你老婆被你安撫的服服貼貼了 我們知道鐵蛋哥哥老婆是獅子座的 超級強悍的 果然小時候有研究過甲蟲這個東西 不會啦 四肢座的女生其實也挺溫柔的 很溫柔的 對 反正他不會聽那個節目 沒有關係 沒關係 我們會告訴他說 這集有講到你耶 哈哈哈 不過我想在兒童劇的創作過程中 跟成人劇又不太一樣 超級不一樣 因為真的小朋友在過程 其實他專注力有限 所以你必須不斷的在畫面上 或是在任何的一些東西上 隨時給他們有一些不一樣的刺激跟驚奇 因為孩子是跳躍性思考 真的 所以就變成說我們在創作過程當中 也是必須要一直去檢視說 哇這個時候 就是我們講的每三分鐘要一個點 五分鐘要一個小時之類的 可能是畫面上 舞台上的 可能是服裝上的 可能是音樂上的 可能是一個表演上的 trick 等等等等 所以像這次因為古典樂 這是真的 我說我這輩子 有史以來這幾個月是聽最多古典樂的一陣時間 因為我們這次要做古典樂 所以幾乎已經 就是所有的古典樂 都聽到都快爛了 對啊 才有辦法去想到說 那這個音樂是不是能夠 配合到這一次 因為配很多的畫面 你要一直聽 然後又結合到排列的那個畫面 而且它就是你古典樂這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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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你要選出來說 這些東西又是大家一聽就 欸我聽過這個 雖然我講不出來 可是我聽過 然後再跟這個整個劇情畫面 但妳後面又去做一個黑幕 所以那個會產生一種 還蠻興奮的 Ish- 因為有著中節感 就像我們以前看那個沒日一字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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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你就聽到就是沒日一字的音樂 這問題是後來才去了解說 原來這首曲子叫翠笛春曉 就是你其實一開始不是認識這個曲子 而是透過這個節日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去讓孩子可以了解 然後才去進而因為有趣 所以他會產生好奇想要去了解跟學習 因為剛剛講到創作這個東西 其實有時候也會有瓶頸間來的時候 一定會啊 因為瓶頸間都是他的好朋友 對 瓶頸間都是他的好朋友 所有創作者都是跟瓶頸間很熟 對 沒事就會遇到他 對 就好像那個有些睡不飽 沒事跟周公是好朋友 對 一樣 但是就怎麼講 就是那就我覺得那個 只要一個信念就知道說 一定的 一定的 上台絕對沒問題 我想這個瓶頸間就會過去 對 那因為我們剛剛聊的是創作過程 就是說兒童劇跟成人劇不一樣 就是說除了兒童劇算出力不一樣 因為我們做兒童劇 很多是家庭 就是說爸爸媽媽會帶小朋友來看 所以你不能只針對小朋友做東西 還有大人的感覺 你也要針對大人的東西 那你一定要Catch大人的目光 大人才會下次再帶小朋友來看表演 對 沒錯 那所以其實 這是比較現實的說法 但是其實說比較是 比較是心理上的東西 因為你如果親子共同去參與 這樣一個戲劇表演 其實會產生一些話題 無形當中搭起的這個親子當中 交流的那個橋樑 就是說啊 回去會把他做 那個小孩會說 欸 我今天看到什麼什麼東西 爸爸才有辦法 媽媽才有辦法 跟他一起去互動 做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產生一些話題 讓他們會覺得說 孩子會覺得說 欸 你走進他們的世界 對 而且就是說 你又不能做得太幼稚 因為爸爸媽媽看到一本就睡著了 所以 這是我覺得兒童劇 比任何劇種都難做 大家不要覺得兒童劇騙小孩 不是耶 沒有 騙小孩沒那麼簡單 小孩還不好騙 小孩非常直接 因為大人 你騙大人 大人頂多就是不看 或中長離開 小孩不小孩 是會起來就開始 然後就開始 滑稽滑稽 就是穿著那個 啾啾啾啾啾的鞋 就在場上那邊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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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們去 台東成功演那個什麼 小王子 那因為他是比較成人的 然後因為 問題是現在很多小朋友來看 那沒辦法 可是因為那個東西 對小朋友來講太深了 後來就開始 啾啾啾啾啾啾啾 然後就後面講 阿嬤追着那個小孩子 啾啾啾啾啾 啾啾啾啾啾 AH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尖叫 那台上就講說 天啊 我到底是 就是那種經歷的事 對對對 所以我說 小孩不好騙 真的不好騙 沒有真的 因為我們自己都演過成仁劇 也在做兒童劇 成仁劇其實 因為成仁很好接受 你就一直講話 你就算講兩個小時 他都能夠接受 他可以感受 可是 孩子不一樣 孩子他沒有辦法 聽你一直講話講超過五分鐘 他就開始毛躁 而且在題材選擇上也要非常注意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演天才老爸 我們講一個賽下族的故事 在國父紀念館 那因為賽下族那個傳說 他其實就是有一點 跟死亡跟這種比較 然後我就記得那天有一個阿公 阿嬤帶著一個孫子來 然後他就很激動 因為他就覺得說 兒童劇為什麼要演這個東西 那其實我們是有點忠於 那個傳說的感覺 一個故事的東西 沒有我覺得那個是 當然偏激 就是不是說極端的 不是說偏激 是說極端的觀眾都有 但是這個其實有顯現出來一件事 我覺得我那時候 我自己在省事這個問題 就是說大人是不是 他以自己的觀點在看 因為是他的小朋友在哭 可是你們有沒有去想過 孩子的哭 並不是因為他害怕或什麼 他是因為融入在這個情境裡面 劇中的這個角色感到悲傷 那當然對大人的角色 他就會覺得說 他是被嚇到大人 被嚇到那個東西 然後就站起來說 你嚴重什麼東西啊 可是其實反而在一下 孩子才真的嚇到 你旁邊的孩子都被他的舉動給嚇到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其實 見能見智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 包括我們回收很多問卷 會聽到家長說 這個戲怎麼樣 那個戲怎麼樣 這些其實創作過程 本來就是很多元 對 譬如說 你如果沒有負面 怎麼去呈現正面 那你不能永遠的東西都是正面的東西 可是 如果你呈現負面 我們不能呈現負面 因為要把負面的東西導證成正面的東西 可是你有沒有導證的過程就很重要 可是往往很多家長看到不是這一點 他只會覺得說你呈現負面就不對 可是其實 因為像我們做爸爸小豬 也是在講 死亡的一個經驗的東西 跟孩子 是在教導孩子說 面對你的至親 如果當有一天離開世界的時候 你如何堅強的繼續未來的生活 可是我發現就是很多孩子看完之後 他並沒有所謂 我們覺得他有不好的想法或什麼 其實孩子有他自己的理解方式 他會 他反而很自然 因為你要怎麼講 比如說現在的卡通 卡通裡面有很多愛情 很多的打殺 很多的死亡 可是為什麼父母不會去說 這個卡通你不要看 你覺得不行 可是兒童劇為什麼就不行 就像愛情這件事情 每一個卡通都有愛情 迪士尼的卡通都是愛情 都是打仗 都是 王子公主 對啊 到最後也是有死亡 你死我活之類的 可是為什麼大家卡通就會接受 兒童劇他就會有很嚴格的要求 因為劇場他是很近的接觸 他會很快的反應 可是我覺得那個是好的 就是對孩子來講 我覺得我們不要再用大人的那個想法去看孩子的事情 沒有我可以理解家長會擔憂說 孩子在接觸這些東西 可是我想重點是要說 你最後有沒有去告訴孩子說正確的一個觀念 那其實我們在做兒童劇場 真的這點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跟在 因為就是因為電視太多這種那個 所以 還需要另外的一個 對另外一種空間 一個東西 那這次其實回到我們 子豐這幻想曲2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年齡層會比較偏低一點點 比較適合小小的朋友 對其實也不會耶 對我的意思是說 他除了原定的年齡層之外 他其實小小朋友在幻想曲的東西都ok 因為有些比較故事性 比較小一點的朋友 他可能就是看不懂 那個部分其實 range會比較再大一點點 那其實這過程當中 因為幻想曲嘛 很多幻想 所以其實剛剛提到類似的東西說 我們其實在創作過程 我們不斷在提醒自己說 我們避免去碰觸一些比較敏感的題材 那我們可以盡量去做一些歡樂 或是有趣創意的一個呈現的東西 那就可以避免 那這次幻想曲其實完全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完全是很原創性的一種 對對對 所以其實也歡迎所有的大朋友 帶著小朋友走進去場 你會看到很多結合的編導跟演員的創意 結合紫風車既有的一些創意跟特點 而且這次的演出跟以往紫風車的演出很大很大的不同 對 整個風格不大 怎麼不同 我不會講 這次進劇場看了就知道了 走進來看了就知道 這次又是劇場的一種很好玩的 對 所以我們再講一下 我們這次的演出的時間 來在9月16號到18號 總共會有 禮拜五的晚上 禮拜六的下午跟晚上 還有禮拜天的早上跟下午 有五場的演出 五場演出在我們國家戲劇院 9月16號到18號 總共有五場的演出 那如果要買票的話 就我們上這個 這個兩廳院的售票系統 或者是打電話到我們紫風車巨大 0223926170 你一定要考 說他辦法再說一次 0223926170 不是阿兒的電話喔 這太做作了 用阿兒的聲音來報告一下電話來 這時候阿兒 這時候阿兒 拨起了電話 0223926170 好 謝謝阿兒為我們帶來阿兒的幻想曲 也希望大家呢 在我們9月16號到18號走進劇院 欣賞紫風車巨欄的 紫風車幻想曲2 那今天節目到這個地方 非常謝謝阿嬤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拜拜 拜拜